受尽磨难的殷纽特人 终于在春季营地捕到大量三文鱼 他们不再为填饱肚子而烦恼了 殷纽特人在捕猎时 一旦食物满足全家人需求后就不再捕猎 为什么这次捕到的三文鱼超出所有人的用量后 殷纽特人还在大肆捕猎三文鱼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 本期视频我们将继续走近殷纽特人 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捕捉三文鱼的 也去看看他们食物充足后 为什么还要大肆捕捉三文鱼 北极的天就像小孩的脸 说变就变 刚刚还是晴空万里 此时就成了瓢河大雨 在北极下雨可不是好兆头 这可代表寒冷的冬季要提前到来 顽皮的小肝可不管那么多 很少看到雨的它 冒着大雨来到河边玩着石头 即使全身都被打湿 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连很少淋雨的阴纽特犬遇到这种天气都有点不适应 也想站起来躲躲雨 而此时的阿甘也忧心忡忡地走出帐篷看个河里 长时间的下雨必定会让河水漫长 这样它们就无法继续抓三文鱼 虽然现在抓到的三文鱼够营地所有人吃 但这些鱼并不能让族群所有人够吃 因纽特人每次找到充足食物都会分享给族群其他人 他们想用自己的力量让几十万的族人壮大 还好此时族群的另外一家迁徙到这里 亲人的再次团聚 大家有说有笑 连很少笑的翠花见到它们都发出欣慰的笑容 而此时鱼也停了 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就是下河抓鱼的好机会 大家简单准备后 收纳鱼叉 身穿短裤 脚踩皮屑 来到之前制作好的陷阱处 为了能抓到更多的鱼 翠花也和大部队一起去抓鱼 男女老少一起上阵 每个人都卯足了劲 希望能有个好收获 其中小强是第一次跟着大人们出来捕 他显得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 但还是谈笑风生和大家走进冰冷刺骨的河里 来到陷阱处 大家就开始捕着鱼 阿甘和侄子到底是老猎人 很快就在陷阱里抓到了 而小强却是东走走西走走完全没目标 走了半天才确定目标 将鱼叉扎进水里 第一次并没有刺中 尴尬地笑了笑 调整心态再次出击 叉到了鱼却跑了还是有进步的 再看看身边的其他人 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一条又一条的鱼被插起来 连站在石头上的妇女都插到了鱼 小强看了大家的动作要领后 终于也在河里插成一条鱼 只是在用绳子串鱼时 简直让鱼生不如死 此处心疼鱼几分钟 可能这就是为了生存就不要讲什么人道了 见小强都可以在河里抓到三文鱼 岸边其他小孩也按捺不住 拿着鱼叉就向河里跑去 大家就一起在这冰冷的河里插着鱼 此时的他们已经忘记寒冷 眼里只有食物 心里只有欢乐 果然团队的力量就是强大 很快就把所有陷阱里的鱼抓完了 连不会抓鱼的小强都抓到几十条大鱼 现在的小强俨然是一名老猎手 抓完鱼后 大家就需要把鱼拖回岸边 翠花帮着阿甘将一条条肥美的三文鱼拉出水面 翠花没有和男人一样光着腿 虽然这样铺子会湿 但她知道男女有别 其实因纽特人也是纯朴善良的文明人 如果不是环境的哥哥 谁会愿意野人甘生吃肉类呢 一串又一串的三文鱼被阿甘众人拉出岸边 没多久就铺满了草坪 而小甘也趁大人不注意 和小伙伴练习怎么将鱼叉精准插到鱼身上 食物的充足 让他貌似已经忘记这些鱼是让他能活下去的食物 而是他们的玩具 将一大串三文鱼拉到岸边 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 一串基本有一百多斤 很多时候他们要手脚并落 可收获的喜悦总是会让大家有力气 就像你平时连八十斤的重物都扛不起 可突然要你扛走属于你的一百斤钱笔 你肯定可以扛着它跑 将鱼都拉回岸边后 阿甘他们就要生火做饭了 这种钻木取火的方式你见过吗 看到这种方式 你的牙齿是不是也一钻了 但因纽特人每次需要火种时都会使用这种方法 而且百是百灵 接下来他们就可以用火煮三文鱼吃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我们一起去看看因纽特人是怎么烹饪三文鱼 同时也去看看因纽特人是怎么储存吃不完的三文鱼的 如果大家想一直了解因纽特人的情况 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